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笑然 今天是2月3号,星期一 全美已经出现了11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其中加州成了美国的重灾区 昨天一天的时间就新增了3例 特别是旧金山南湾地区累计出现了4例 这4人中3人曾经到过武汉 其中一人是其中一位病患的妻子 未曾去过武汉 这属于人传人的病例 美国官方表示,南湾属于华人聚集的地区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陆续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 为了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 薛安在这里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外出时戴口罩,勤洗手 美国时间2月2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武汉肺炎 在网上举行了例行记者会 值得注意的是 有别人以往在外交部蓝厅接待各国记者 这次华春莹是破天荒的首次用微信群组召开记者会 她先在微信群里作为召集人发出公告 说非常时期,非常方式 看来中共深知这个非常时期需要隔离 华春莹坦言说,目前中国迫切需要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防护镜等防护医疗物资 中共的外交部一向是以强烈谴责来回应各界的批评指正和坚决用户党和政府的姿态 对应外国记者的 这次外交部一反常态孙孔向国际求救 说明中共面对救援物资出现了大缺口 已经是掩盖不住了 不过当天华春莹被问到有关美国政府再次撤销 遇到阻力的问题时 她的回应口气即刻转变 先是抨击华府对中国疫情做出了过激的反应 采取过度应对措施 显然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背道而驰 她又直指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却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侨民 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 第一个宣布限制中国公民入境措施的国家 华春莹说美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 开了一个很不好的起头 外媒报道出来之后 我看到有分析说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的发言是在公然的撒谎 拥护共产党也应该有个限度 整个记者会上 华春莹强调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对中共抗击疫情表示赞赏 并没有因为中共防疫的不利 导致病毒传播到了国际这件事情 表示出丝毫的歉意 而是火力全开轰炸式的批评美国 他批评美国有两点 一个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使领馆人员 并宣布限制中国公民入境 第二个是美国政府迄今 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这里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先说第一个 其实美国并不是第一个撤侨的国家 而是日本 日本本周要派出第四架包机 前往武汉撤侨 也是第一个把日本人撤走的国家 现在美国还在和中共商量 进行第二批的撤侨 而1月21号 当中共官方公开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的时候 第一个封闭海关 不让中国人入境的是和中共撑星道地的朝鲜 并不是美国 美国的白宫在境内发现第七例兵力时才宣布最严的入境令 内容是过去14天过境中国者禁止进入美国 并要求从2月2号起过去14天内 去过中国的美国公民及其直系的亲属 或者拥有绿卡的外国人 被引导到指定的7个机场之一进行检查 并且要求他们在返回后需要进行长达14天的强制性隔离 对于防止疫情传播的角度来说 禁止疫区的人进入就不会有疏忽性的病例 美国的这一项举措是非常必要的 而华春莲的强硬表态似乎仅仅是针对 类似美国这样常被他们抨击的国家 有最新的消息指出 今天俄罗斯外长宣布 如果有外国人感染冠状病毒 俄罗斯可能会将其驱逐出境 目前俄罗斯境内有两名感染者 且都是中国人 若是俄罗斯真的这么做了 不知道华春莲是否也会强力的谴责俄罗斯呢 那么美国政府真的像华春莲说的那样 没有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吗 大家先来听听华春莲是怎么说的 自1月3号起 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1月29号 中国卫健委通过官方渠道答复美方 欢迎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 当天美方即回复表示感谢 1月31号 美方通过官方渠道告知中国卫健委 美方已联系世卫组织总部 并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希望加入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的美国专家名单 然而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CDC 卫生部长亚利克斯·阿扎尔 此前就在媒体上表示 CDC早在1月6号就提出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帮助应对武汉肺炎 多次发出请求却被中共拒绝了 而总统川普也多次喊话中方若有需要可以提供巨大的帮助 不过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最新的采访中表示 北京直到现在也未接受美国的援助 这么一分析大家可能就看出来了 华春莹的回答有多么的矛盾 首先他公开承认了美国希望援助的意愿 但却批评美国政府不给予实质性的帮助 在中共看来或许美国派遣国际顶尖的医学专家到现场援助 算不上实质性的帮助 不过有头脑的中国网友通过华春莹的描述 已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是中共方面一直在向美方通报疫情的信息 特别是在1月21号之前这段时间 这期间中共对内一直是宣称疫情可防可控 没有大问题不会人穿人 大家可以照常的生活 该准备过节照常准备 当时武汉一个社区的万家宴就是那段时间搞出来的 而美国人当时根据中方提出的信息 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难怪早在1月6号就提出要派病毒专家前往支援 有网友说 武汉肺炎明显是涨人祸 是中共罔顾人民的性命 在隐瞒和盲目自信之下一手导致的巨大灾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交代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肖然 下期再会